今天清晨三點多 在台中豐源這一棟四層樓的透天錯 一樓代工廠發生了火警 有七名住戶想要逃生 但是卻受阻 而只好呢是揮手來求生 最後是消防隊出動雲梯車來進行救援 透天錯一樓起火 紅紅火焰不斷燃燒 農煙不斷冒出 消防隊架起梯子 要從二樓陽台攻入 卻被防盜鐵窗擋了下來 受困民眾跑到三樓陽台伸手求救 因為被鐵窗擋住無法逃生 消防隊最後出動雲梯車救出七人 但有三人受傷 其中一名四十八歲郭姓女子 身體局部嚴重燒燙傷 轉院治療 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下方隊一早重回現場調查起火原因 根據瞭解四層樓的透天錯 一樓做軸心加工 二到三樓住了七人 都是親戚關係 四樓是佛堂 一樓小型馬達軸心代工廠 被濃煙燻了一片漆黑 事發在臺中風源大道 四段清晨三點多 幸好消防隊二十分鐘內 就把火勢撲滅 只有三人受傷 都沒有生命危險 起火原因正在釐清 記者 蔡聖順 劉漢偉 廖建祥 SN區小組報導